大家好,我是懒人芳芳,今天做一道辣鸭煲芋头 味道真的非常大,有时间一定要试一下 首先把辣鸭放进去,擦一下水 煮开一分钟左右,把它夹出来 然后把它砍成小块一点 然后再切些芋头 锅烧干后放些油 油腰后放有几片姜,把它爆香一下 然后倒入辣鸭 先把这个辣鸭翻炒几下 然后把芋头倒进去,接着一起翻炒 把它们一起炒香 炒香后再又开始,可以多倒一点 把它稍微翻一下 然后盖上盖子,转小火煮15分钟 趁这个时候我们来切一些葱花 15分钟后倒入一些椰浆 记得是椰浆,不是椰汁哦 和一小勺白糖 也要把它翻拌均匀 这个芋头和辣鸭的味道真的非常搭 有时间真的一定要试一下 最后撒上一些葱花,煎就可以了 看一下这个辣鸭,沾有这个芋头的味道 真的很好吃 还有这个芋头,粉粉的 吃收了这个辣鸭的味道 比辣鸭还要好吃 这个味道真的一定要试过才知道 赶紧试一下吧